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今天也谢谢你点开我的影片 之前有朋友问到说 大阪梅田附近 有没有推荐的住宿 梅田这里 临近了各大百货购物商城 多到数不清的餐饮店 还有居酒屋 各线的交通也很方便 以观光景点或是住宿地点来说 都是非常棒的选择 这一次分享的 是位于JR大阪站附近的 Intergate大阪梅田 从关西机场达成南海线 到新京宫 再转成JR环状线到大阪站 从大阪站的 櫻桥口出口走过来的话 大约只要5分钟 是一栋拥有18层楼的 住宿设施 从入口进去后 会看到一座手扶梯 窗簧很干净简约 灯光的搭配也设计得很美 每一个细节都很有质感 到达二楼后 比起check in的柜台 最先会看到的是 饭店大厅的休息区 在这一区摆了很多 有着日本氛围的摆饰 以及关西旅游相关的 美食经典的书籍杂志 在二楼也很贴心地放了 货币的兑换机 还有行李的称重器 来过头的话很需要 还有周围人气的章鱼烧 以及育好烧的店铺介绍 这里的大厅不仅宽广 室内的摆设还有设计都很漂亮 在往前走一些后 会看到check in的柜台 让服务人员确认预约资讯后 直接用电脑输入个人资料 因为住宿的观光客很多 所以也有能够对应中英文的电源 不用担心沟通上的问题 付款完就可以直接拿到房卡 下飞机后拖着行李 千里迢迢的来到饭店 在人生地不熟的环境下 开始逛街之前就已经感到疲惫了 二楼的大厅一整层 有非常宽广舒适的休息空间 在内侧也有提供免费的红酒 还有饮料 以及小点心 柜台的旁边也有放上洗漱用品 也都有标示英文还有日文 最特别的是 这里提供的护肤保养品 是在日本非常人气的血基金 配自取 简单的逛了一下饭店的大厅后 接着搭乘电梯前往今天的房间 在电梯的旁边也有清楚的写着各个楼层的介绍 搭电梯时要先用房卡感应后才能按下楼层 行李多的话可能会有一点小麻烦 今天的房间在九楼 楼层意外的还蛮高的 走廊的灯光也很明亮 空间很宽敞 环境很舒服 房间一道道木头的门 觉得设计还有配色 都特别有质感 很美 今天拿到925的房间 使用房卡感应后开门 我们这一次是住双人房 网路搜寻的话 最便宜12000到14000日币 就可以预约到 房间的空间不大 整体也比较偏向于商务客房的感觉 还有前往大浴场时的馆内寓衣 入口处有一面全身镜 在门的附近 也有放两双房间拖鞋 但是禁止穿到大厅 这里也有好几个衣架 冬天旅游很实用 房内的备品也都很齐全 也有一台小冰箱 但是里面什么都没有 手艇内也有保险箱 桌上也有充电口 意外的是这里竟然没有进烟 但是没有闻到什么烟味 床头灯的灯光也超美 在床的左侧 可以调整房间的明亮 床的左右边各有一个充电孔 还有USB孔 觉得这一点超加分 在桌上还有放着充电用的转接插头 打开后直接插上USB插孔 就可以对应各个电子产品 忘记带充电器的话 也不用特地跟柜台阶 房间内的空调 也是这种触控式萤幕调整 很先进 而窗外的景色 直接面对对面的办公大楼 没有窗帘的话 互相的一举一动 其实都可以看得很清楚 有点尴尬 接着前往浴室 浴室还有厕所是一起的 浴缸旁边有帘子可以隔开 而浴室内也都放有 各种所需要的备品 可以直接使用 沐浴类也是在其他饭店 比较常看到的POLA 吹风机是国际牌的小型吹风机 这个还好 打开电视后 除了WiFi的资讯以外 也可以看到 饭店内的设施简介 这次选择的是最便宜的房间 虽然整体的商务感有点重 但是很舒适 把随身行李都放好后 也去其他楼层看看 直接前往有大浴场的18楼 电梯内也贴了各个语言的泡汤规定 从电梯出来通往走廊后 会看到一间小小的健身房 这里有放少部分的健身器材 提供客人免费食用 晚上如果吃太饱的话 可以来这里运动消化一下 在18楼这里 还有投币式的洗衣间 有两台Shop的大洗衣机 洗衣时还会自动投入洗剂 不用再另外购买 说明也都有标识英文 价钱也不算贵 很方便 再往里面走 还有一间西宴室 同一层楼的另一边 这是男生和女生的大浴场 看完18楼的健身房 还有大浴场以外 接着搭乘电梯 回到饭店的大厅 在这里每一段不同的时间 都会提供不同的服务 经过一开始check in的柜台后 再往里面走一些些 会看到提供饮料的吧台 有果汁还有咖啡和鸡尾酒可以点 前面一边一边 一边一边 前面一边一边 前面也有果汁或茶包可以自由享用 每天从下午3点开始 饭店这里也会放上一些 简单的下午茶小点心 有一些饼干或是小糕点 可以自由取用 只是盖子开开关关的 饼干类接触到空气 吃起来有点软掉 口感有点可惜 这里也有小朋友会喜欢的 巧克力还有棉花糖 还可以在座位上慢慢的品尝红酒 也能够搭配红酒的菜肴 很贴心 休息区就像一间咖啡厅一样 宁静的氛围 疗愈的空间 真的一坐下来 就哪里都不想去了 旅游疲惫时 可以轻松的 在舒适的休息区 免费享用下午茶还有小点心 真的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 真的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 这一杯吧台的服务人员 线条的鸡尾酒超好喝 忘记当下点了什么口味 喝起来酸酸甜甜的 很清爽皆可 酒类的配菜 也是随机上菜的 每一次都不一样 这间饭店的下午茶和物 我觉得非常贴心 虽然这里提供的 是一些很常见的小点心 但是周围的环境 搭配饭店疗愈放松的氛围 让简单平凡的小点心 吃起来格外的特别 接个音放完行李后 不仅把手机充电好 也让自己先充充电 之后才有力气去 放肆的购物 豪迈的大吃大喝 享受完悠闲的饭店时光后 决定今天的晚餐 要前往 离大阪车站不远的 北新地用餐 在梅田北新地附近 有各种高级又有质感的餐厅 不管是烧肉 聚酒屋 壽喜烧 或是现卧寿司 有各式各样的饮食店 每一间店的装潢 也都设计的很日式 走在路上 看着周围的街景 总是会觉得很特别 很新鲜 这一次来到一间叫做 苏喜千公堂的现卧寿司店 光从外观看 就有很明显的高级感 是内外的灯光都很漂亮 会特别选这间现卧寿司店 是想说一回平常 在拍摄影片的时候也贡献了很多 所以好好地感谢他一下 店内都是柜台座位 有三位寿司职人 在眼前现卧寿司 吃过好几家寿司店 还是第一次看到 这么近距离的现卧寿司 鱼类也都是在眼前现切 食材都非常新鲜 这一次订的价位 是一个人6500日币 总共10罐寿司 加甜点 还有味噌汤 店员也会一一的说明 每一道寿司的食材 虽然我已经忘了 当下都吃了什么鱼 但是这里的食材 口感都很Q弹 味道也很鲜甜 很好吃 店内播放着新音乐 很安静 店员说话也是轻声细语 氛围很棒 满满鲑鱼籃的手卷 鲜甜绵密的鱼泥 从头到尾都是光泽的 柔软Q弹的甜蝦 每到舍不得一口吃 最后是很精致的葡萄果冻 望眼望去 满满高楼大厦的梅田 辉煌亮丽的灯光 容易让人沉浸在这片 繁华城市的夜景 刚好晚上也有点风 慢慢散步走回饭店 享受着悠闲的夜晚时光 晚上8点到10点 在饭店内 也有很贴心的提供宵夜 这间饭店提供的是 日本的传统美食茶泡饭 桌上也放着英文版的 制作顺序还有说明 从这里拿了小碗后 直接去电饭锅装饭 刚刚的寿司只是吃精致的 有吃没有饱 所以饭店还提供宵夜 真的完全是救星 茶泡饭的配料 也有好几种可以选择 可以自己随便加 加完配料 放上海苔 撒上这个 最后再加入热茶 就完成了 一碗小巧精致的茶泡饭 能够让钱来旅游的观光客 体验着日本的文化 吃出日本传统的美味 因为刚刚加入的配料 都是有调味过的 所以倒入热茶一起吃 不仅有淡淡的茶香 咸香口味也很扛好 是一道非常温暖 又清爽不厚重的香味 吃完饭后 想说泡澡前 到饭店对面的全家 买个饮料 饭店的晚上 没有像下午茶那样 提供咖啡或果汁 觉得有点小可惜 走吧 走吧 来旅游的时候 如果没有带到护肤瓶的话 都可以从这里直接拿去 另外还有提供面膜 还有入浴剂 还有过滤咖啡 然后前进十八楼 如果晚餐吃太饱的话 可以先来小小的运动一下后 再去泡澡 大家都说议会很瘦 但是其实她平常也吃不少 这里的澡堂没有很大 但是也有桑拿士 虽然室内没有太经验 但是能够泡汤就很感激了 隔天的早餐是从早上七点到十点半 在早餐前六点到七点的一个小时 在吧台这里 也有提供早晨的咖啡 还有现打果汁 早起真的太悠闲了 觉得一整天的时间都变多了 这间饭店的早餐 这间饭店的早餐 内容虽然没有之前介绍过的住宿 种类那么多 但是从主食 附菜到甜点 也是选择性很丰富 除了面包类以外 还有很健康的沙拉类 以及颜色很美的配菜类 炸串类 这里整体的菜色 都是比较偏日式的感觉 还有一锅炖牛肉 装一碗白饭 还能直接做成牛洞 一早就吃炸串 也是蛮特别的 健康的一回 装了满满一碗的沙拉 汤品的部分 有味噌汤 还有满满洋葱和高丽菜的 蔬菜番茄汤 这松饼看起来很好吃 还没有开动之前 就先拿了一个 最后就是果汁茶类 还有咖啡和牛奶 看把一会真的吃超多 都不知道吃到哪里去了 我觉得在梅田市中心这里 以一万多日币的价钱 可以订到这间饭店的双人店 其实不算贵 饭店的设施和服务 有很多都很棒 空间也很放松疗愈 虽然房间一般般 但是有很多小细节 还有服务 都很贴心 所以我觉得还蛮值得 分享给大家的 如果有正在找住宿的朋友 可以参考看看 那今天的影片 就先到这里啦 这一次也谢谢你的收看 我们下次见 拜拜